大家好,歡迎收看Tech a Look,我是Tommy Tommy今天會來個簡單介紹這個MIMO PAD 7 這是他們最新的MIMO PAD 7 然後重款是看看,這款是金色款 它其實還有三個顏色,黑色、金色跟紅色 然後它的外觀比上代的MIMO 7好看很多 然後可以看出來它的更有氣質,更高貴的氣質感 然後你看它的滑水也是玫瑰金的或香檳金的感覺 還有幾個缺點耶,Tommy不喜歡的就是 第一它這邊縫縫耶 在Tommy眼裡,它的風很容易機會 那你到有機會就會固定要去清理一下 那Lacabo方面,因為它喇叭蓋這邊一個 跟這邊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喇叭狗在這兩邊,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你去抓這兩邊的時候,可能會把遊戲的聲音擋住 就跟我現在一樣,在哪個遊戲 大家可以看到,我在這邊一蓋住 我就擋住,然後放開它有聲音 那這點是他們覺得,如果喇叭狗可以在別的地方 或什麼在這上下兩邊,或在上面這邊 可能會好,因為在這邊的話,你這邊蓋不住 那按鍵方面呢,這裡是,這邊左邊 左邊這邊有這個聲音鍵 那它的電源鍵 麥克風 然後這裡呢,有SIM卡插頭 是給它那個司機用的 那Wi-Fi版的這裡是沒有這個插頭的 好,那在這邊呢,它我們的Micro USB插頭 那就是電源啊,或什麼資料用的 那這裡呢,右邊呢 這邊有我們講的那個SIM卡 那個不是SIM卡,是Micro USB插頭 在這邊 總結來說咧,MIMO PAD 7 這個SIM卡的MIMO PAD 7 在外觀做的比上,它真的好好的多 在質感跟摸起來的觸感 感覺都很好 這邊這樣子手拿,感覺也很舒服 只是,跟這邊怎麼講 這邊四個腳腳,還是有時候會拿到會有點 就是說,會有點怎麼講呢 不能說不舒服,就是有點感覺是 不能說刺痛,就是說感覺還是會 感覺不夠好,抓拿在這方面 因為還是會讓腳腳 可是總結方面來,它這個improvement 是非常,比上也帶好很多 特別在外觀上面 是可以非常討喜 好,這是今天MIMO PAD外觀以上 評測的介紹,謝謝大家 今天的影片介紹到這邊 影片下方有台客路的臉書和Google Plus 別忘了幫我們分享,按個讚 並並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Google Lady,掰掰 掰掰